《唐朝鬼实录》真的越来越精彩了,也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八百个西眼,反转一个接一个的,让人在快看猛的同时,幽幽罢不能。 本以为人面花这个案件只是一个普通悬疑案件,但背后隐藏的真相却如此错综复杂。 事情的起因是洛阳市面突然盛行人面花,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,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,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,待久81天后,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,所以洛阳女子都趋之若鹜,可惜81天后,使用人面花的女子,不但没有青春永驻,人面却变成骷髅而亡,而苏宇明在入城后,也亲眼见证了此惊鬼之事。 更听闻公主竟然也使用了此物,命在旦夕,因此苏宇明必须尽快侦破此案,寻得解药,才能解救公主和洛阳的女子们。 经过调查后,苏宇明知道人面花是以波斯爆黄为主而制成的,所以他们一起来到,留守府寻找爆黄,却不知已成为瓮中之鞭,被李约囚禁在地下室。 而地下室正是种植人面花和爆黄的地方,幸好卢林峰找到密室出口,才逃出生天,但是苏宇明知道,自己不能跟他一起走,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幕后指使就是公主。 其实苏宇明一直都怀疑公主是否真的中毒,所以他试探马关的话,从马关的话中他知道公主过两天后要回长安吃樱桃,既然公主行程已定。 那么也就说明公主其实并未使用有毒的人面花。 而后,公主摆了一桌鸿门宴,宴请苏宇明和高忠义等人,因为高忠义等人以为公主命不久矣,所以背叛公主投靠太子。 对于此等不忠不义,愚蠢至极的人,公主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,用人面花将他们赐死。 可公主却不知,一场惩处叛徒的庆功宴,却演变成鸿门宴修罗场。 他本以为自己是下棋的人,胜券在握,可其实他已经成为局中人,被人玩弄在手中。 他自以为对他忠心耿耿的心怀慎,其实一直都不曾效忠于他,因为心怀慎拥有四重身份。 他的蝶中蝶,可以算是间谍界的天花板了吧。 不得不说,他真的隐藏得够深的,就算有上帝视角都看不出来,也不怪公主会被骗。 心怀慎的四重身份,第一重身份是高次使的人,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,第三层身份是公主的人,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他的第四重身份是礼约的人,而礼约是他的舅舅,也是他真正效忠的人。 礼约并非大唐人,他的先祖是北方的少数民族,因仰慕中原文化,最终来到了大唐。 礼约留守这一官职,便是大唐皇帝赐给他们的官爵。 而礼约和心怀慎其实一直都在忍辱负重,等待时机杀掉公主和太子,那么大唐就会毁于一旦,落入他们的手中。 可能公主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竟然一直被心怀慎和礼约玩弄于鼓掌之中。 因此他也中了他们的圈套,真的中了人面花的毒,性命堪忧。 而在这场浩劫中,公主也看到太子对他的真情实义,对太子改观。 幸好最后卢林峰及时赶到,就下公主和太子。 这场隐藏着阴谋诡计的红门燕,也终于落下帷幕。 人面花这个案子,也终于水落石出,而这个案子背后,更多的是朝堂的算计和阴谋。 公主为了一己私欲,考验自己的人是否对自己忠诚,不惜把众多洛阳无辜女子的性命作为代价。 这样的人真的适合当皇帝吗? 其实苏如宁说的对,他若是真做了女皇,当是天下之苦。